从佛法的教义中,我们可以了解一切众生皆有佛性,所以一切众生皆平等 普及愿行骗一切处,贤及妙善之意,所以普贤菩萨以菩提心所起之愿行 骗及一切处所,利及一切众生,平等慈悲且具备众德 普贤菩萨他提倡的是一切生命平等,一切生命都是如来 那么这种平等的观念在我们的现阶段的社会,其实是非常被重视的 大家平等,那么在我们的人间历代以来,从有历史到现在 几乎我们的文化都在征求平等,因为两个字要得到这样的自由 所以成为我们人间的很重要的文化背景 尤其像弥勒菩萨他就更提倡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就是述成就,主要是需要的,像幸福不要慈烦 像智慧不要这个赤地,像所有的福报的这种具备 那就是要当下具备,当下能够圆满 那么这种观念呢,刚好复合所有生命的需求 那么不只是这些菩萨如此 所有的如来,所有的菩萨都有这样子的大愿 弥勒菩萨是释迦摩尼佛的继任者 将在未来疏破世界降生成佛 常被尊称为当来下身弥勒尊佛或弥勒佛 佛教中弥勒菩萨具有慈悲忍辱,宽容和乐观等象征意义 史方新闻,黄慧如黄凯杰,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